接着来看到书法家蔡振达 应客家事务处邀请 3月17号到4月25号 在客家文化会馆展出 龙年迎春书画各展 致力于书画艺术数十年的蔡振达 目前是以教书为主 希望能够传承中华的书艺之美 而这一次的展出作品是蔡振达 精选个人生涯中的创作 也希望能够和同好一起交流 巴扬书画艺术文化 现年87岁的蔡振达 一辈子的时光在专研书画艺术创作 虽然她笑说自己年纪大了 只能够教教书法 但是她的书画作品 依然堪称花莲经典代表 年纪大了 现在人少画 在教化 在教学生 现在比较少作品 这些有的现在有的以前的 这里叫四十多幅 四十多幅这个作品有框的 有剪轴的 有画有书法 因为在花园有画有书法 没有几个 但是很多也是书法专家很多 所以我年纪大了 因为美术协会和书法协会 是我创会的 我在创会 这年纪是最大的 今年87岁了 所以现在展览 所以这些作品 都是我精选出来的 今年春天 蔡政达应客家事务处邀请 3月17号到4月25号 在客家文化会馆展出 龙年迎春书画各展 精选了四十多幅 她人生当中的精华作品 山水 人物 花鸟绘画 还有书法等每一件都非常精彩 外面就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这里会讲相报道